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已经变成猫头鹰了 晚上睡不着 但是早晨起不来 还有一部分人叫报复性熬夜 白天学习 工作紧张 感觉到非常的压力大 晚上能睡的时候结果又不睡了 因为突然觉得放飞了 开始刷视频 打游戏 看电影 不甘心早睡 你有没有觉得熬夜会上瘾 你有没有觉得一旦你扛过了犯困的阶段 就像我们跑马会撞墙 然后你就觉得又开始清醒了 我知道亢奋状态是因为大脑受过刺激了 就开始分闭 让你清醒了多半 让你可以兴奋愉悦 这个效果每个人还不一样 但大部分还能坚持到第二天白天 所以如果熬夜甚至通宵不眠 你第二天觉得还能干 那也就是这个原因 这种兴奋感因为产生了格外 还会给大脑造成一种正反馈的假象 来引诱你继续熬夜 结果熬着熬着你就会发现 我且不说你有什么综合的症状就讲几个你害怕的 比如说你越来越胖了 体型会越来越重 第二个你的眼部开始沧桑了 黑眼圈多了 眼中会有细温 头顶可能会越来越凉快 可能会脱发 然后还可以经常做到心无杂念 为什么呢 因为发现啥也记不住了 经常忘事 如果您已经出现这些状况了 请注意 这个其实是身体已经给你信号了 别忘了长期连续熬夜 可以面容枯搞甚至猝死 为什么熬夜会出现刚才的这些症状呢 让我们又变沧桑又变笨呢 大家不知道 感觉大脑好像是长在我们头里的 其实你的大脑是飘在你的头颅里的 它其实是悬浮在我们在这个头颅内的脑截业当中 如果你睡得好 尤其是深的睡眠多 这些脑截业真的会给你洗脑 冲刷大脑的间隙和表面 就像搓澡一样 当然这是比较柔和的 我这是为了让大家好理解 如果熬夜 那得了 你这个洗脑就会受到阻碍 很多能应该清理掉的垃圾成分 继续残留在大脑中 去影响大脑的工作状态 那就不用说了 记忆力当然会变差 注意力也当然很难集中 白天的工作也做不好 甚至做了管理层以后你会明白 你更容易发怒了 一发怒就会冲动 甚至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 同时 生物中一旦乱了 我们都知道脑肠轴脑的问题会影响肠的 它会带坏我们的肠道菌群 一方面 熬夜的过程中大家可能都吃东西 以饮食规律的破坏 比如说长期吃宵夜 菌群觉得受不了了 怎么天天让我们加班呢 第二个 生物中的变化会影响免疫 甚至破坏肠道屏障 导致肠道菌群发生变化 然后肠道的上皮细胞也会跟着变化 就可能促使一些肠道疾病而发生 尤其是肠道菌群稳乱了以后 原来的一些能让你情绪变好 睡眠变好的这样的一些物质 比如说钢码基丁酸 它的合成量就会大大的减少 它这种减少就会进一步加重我们的生物中的稳乱 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熬夜还会干扰我们的内分泌 比如说如果瘦素的肥免减少了 你看瘦素这个名字 听着就是能帮我们瘦的 这个瘦素能够抑制进食并加速行人代谢 再进食后二十分钟 就会大的饱腹感的信号来提醒你 差不多了 你不要再吃 我们的体重由此平衡 所以如果你瘦素减少了 白天会饥饿感非常强烈 偏爱高热达食物 体重自然就蹭蹭上去了 刚才讲到了熬夜 为什么会让大家变胖 瘦素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熬夜对女生的危害其实更大 还可能会出现生理周期的失调和代谢稳乱 比如说像多男卵床综合征这样的一些疾病 就有可能找什么来 还有女生呢 非常在意的就是你的胶原蛋白 熬夜呢 其实会让胶原蛋白的结构稳乱 弹性和强度都会下降 我这里说的可不仅仅是脸部 浑身的胶原蛋白 它们都是一视同仁的 可能都会有问题 爱美的各位女神们 可得注意了 熬夜还有一个更危险的事情 就是伤心 我不是说情绪上的伤心 是你的心脏 长期熬夜 节律紊乱 多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会增加 我这不是像个人 每四个熬夜性猝死 可能就有一个是基因的问题 那么它的诱因其实就是极限运动或者是连续熬夜 过老死 大家都听过吧 我讲了这么多的熬夜危害 真的不是想吓唬人 你要知道不管是补品还是多好的面门或者是补教 都不能弥补你欠的这种债 你说我熬一宿夜 我第二天再补个教 补不回来的 希望大家都能明白人类是有节律的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去帮助调节这些问题呢 有一个最近引额看到的好办法 网上运动 这是瑞士的一本科研期刊叫《运动医学》 这也算是在这个领域不错的一个杂志 它做了一个汇翠分析 就是把不同的数据合在一起去分析 如果你能够连续在睡前进行耐力跑 包括自行车骑行的适度运动 不但不会破坏睡眠 反而会增加深度睡眠的时间 这里给的一个他的统计数据 大概有五分之一的时间会处于深度睡眠 其实你如果自己做睡眠监测的 你知道这个数据就不错了 还有一个澳洲的研究发现 什么时间好呢 晚上7点到9点 当然我相信他这里说的你可能10点11点就睡了 不是说第二天你要熬到后半夜你再睡 就正常的睡眠条件下晚上7点到9点运动 不但对睡眠没有别的影响 反而他血中胃饥饿素的浓度也比较低 什么意思呢 你就不太容易感到饿 那你就得控制食欲 一听挺好 今天晚上就做了 对吧 但是就做一次 偶尔做一做 可能这个效果不行 还是得养成习惯 贵在坚持 我们一般来讲至少180天才能形成一个习惯 大家白天都很忙 我还是建议可能每个小时都站起来活动活动 尹哥在办公室里有一个瑜伽球 没事就坐一坐 你站个砖也行 压个腿也行 等等 总之想动还是能动的 我们说久坐伤鼓就是这个意思 久坐别觉得腿休息 其实你的鼓密度发挥流失 而到了晚上如果天不是那么热 天气还行的话 你可以把刷手机的时间拿去运动 动则有益 因为运动帮助你强卸身体 同时也能够减缓压力 有助睡眠 不管是走啊 骑自行车呀 跳操啊 有条件可以游泳 或者是打灰趴的都可以 不一定说要在活动消耗多少能量 关键是动起来